大家好 各位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我們又要來玩對比圖了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對比什麼東西呢 就是關於大家很喜歡沖煮的時候繞圈嘛 對不對 那其實繞圈本來就是一個很通用 而且很好用的手法 但是其實很多人在繞圈的時候 都有一些不好的小習慣 或是說也不用說不好 而是說可能你可以思考一下 換個方式會不會更好更穩定的 所以學長今天就列舉了教學的一些課程之中 常常看到的大家會發生的一些小習慣 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是不是也有這種小習慣 那如果有這種小習慣的話呢 你修正成更穩定的方案 會不會對你的充足更好呢 那你可能只要抓到一個或兩個 你的咖啡風味的穩定性說不定就更好囉 所以今天我們總共會示範五個 那剛開始我會先示範一個學長絕對比較穩定的充足方案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正確的 其他另外五個比較有爭議的呢 大家來思考囉 那我們今天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就不講 因為不是我們今天重點 OK 來囉 好 首先正確的呢 剛開始建議大家繞圈圈的時候呢 中間都稍微給一點水 給一點以後呢 再順順的往外繞 然後呢 維持你的給水的穩定度 盡量呢 在內圈或是外圈呢 給水大小呢 都盡量一樣 然後呢 給水也不要太有衝力吼 好 內外圈 好 再往外圈走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微濕得很乾淨 OK 好 那流速很漂亮 很舒服 粉塵的穩定度也很好 左右兩邊可以看得出來 吃水的狀況都很好 那這就是比較良好的給水 好 接下來是我們第一個比較常飯的一些沖煮的瑕疵吼 就是給水的時候會忽大忽小 好 可以看齁 如果剛開始的時候你可能給水很小 不然在走水的時候呢 忽大又變小 忽大變小 尤其往外繞的時候容易水大 回來的時候容易水小 忽大忽小 這種情況之下呢 因為你運水的關係 所以你很容易讓你的失水狀況不均勻 回來的時候可能小小的 推出去的時候呢 水又變大 這種狀況其實很常在發生在 你的控水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那接下來呢 是第二個可能的瑕疵吼 就是你在繞圈的時候呢 除了水平移動之外還有上下移動 好 比如這樣 給水的時候呢 你習慣性的上下去繞你的繞圈 其實上下這個動作本身呢 會讓你的給水的力道呢 均勻度比較不足 而且容易讓你的粉塵容易被沖散 可以看到齁 有些人繞圈一旦快速了 就會開始上下擺動 這個手法呢可能也會造成一些老流 會讓你的風味比較容易出苦澀感 所以也要注意 除非你是很有技巧的 那如果是不小心的話呢 不建議使用這樣的手法 那第三個比較常犯的瑕疵呢 就是你的給水過分小 小到其實你的粉塵的流動狀況比較不好的情況 OK 譬如說像這樣 甚至你小到呢 你的水都在飄了 有看到嗎 我的水力會有一點飄飄飄的 這種水呢其實 它的力道不是沒有貫穿力的 可是這種水呢其實真的有點太小了 建議呢大家的水力還是要有一定的 至少是垂直的 有一點倒翻的水呢 其實很容易出苦澀味 你的流速對流狀況也不是很好 這樣有點過分小 會飄的水柱是不是很好 而且會飄的水柱呢 甚至還會讓你的粉塵有一點點翻角的狀態 可以看到粉面上面會有點好像被撞擊的感覺 這種水呢其實都很小 而且很容易出苦澀感 因為你的粉呢會停留在你的 你的水會停留在你的粉裡面太長的時間 所以這種 這種我也不是很建議大家使用 稍微再大一點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第四個瑕疵呢 就是你的虎嘴跟你的粉面距離過遠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身高啊 或是說檯面的高度不是很適合 所以可能GASER的時候會這麼高的GASER 這麼高的GASER呢 其實你的整體的力道呢會有一點太大 可以聽到水聲很大聲 就是你很有可能會穿著 而且你的GASER的位置呢 你可能會跟你所預期的呢 會有點距離 可以看到我在GASER的時候 因為距離太遠了 所以我的每一段GASER的力道都有點太強 所以這種GASER的方式 你可以有可能會讓你的風味過酸 然後你的準度也沒有那麼好 就是距離太遠了 那第五個可能的瑕疵呢 就是正中間GASER非常非常的小 就直接往外繞了 這樣子的做法呢 很可能會讓你的淹水狀況比較顯著 比如說像這樣子 中間一下子就往外繞了 那可以看到我的粉呢 基本上我的排水呢 很快就會往上淹 就跟我們正常的做法比較起來呢 跟正常的做法呢 你的粉塵比較不會淹水 那如果你快速往外繞的話 你會很快速就進到這個淹水的狀態 那整個流速呢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那你相對來說你的巴底可能 或者是你的瑕疵 補色味可能就會比較多一點 可以看到 流速呢會稍微慢一點點 所以建議正中間呢還是停留一下子 停留個一兩秒 讓正中間的粉塵吃更多的水 以後再往外繞 其實是比較好的一種方式 那我們看完一次正確示範 跟五次的可能有點瑕疵的沖煮了以後呢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思考一下 自己的沖煮是不是會發生 那當然也有一些例外 譬如說你可能是故意要做老流啊 或是說你故意把你的手中壺拉得很高 想要用比較強的水度去沖擊你的粉塵 那就是例外了齁 那我們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依據你自己喜歡的方法來沖 但如果你不是齁 你只是不小心 你只是控水沒有很有經驗 然後就犯了剛剛那些五種狀況的話呢 建議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讓我的粉塵受到太多的沖擊 或是我粉塵的粉狀一下被沖散 這些都對於各位的沖煮的穩定度是有幫助的 那大家可以回去反覆的去看一下 學長覺得正確的 還有一些覺得有瑕疵的齁 甚至於說你也可以自己錄一下自己的影 看一下我的給水是不是有犯跟他的問題 只要能夠找到問題 把它解決掉以後呢 對於大家的沖煮都會很有幫助的齁 OK 那我們今天的對比圖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啦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再來為大家解答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